真的朋友不用多,几个就已足够 如果你的好朋友又喜欢跟你一起骑车 那请你一定要非常珍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环岛 这件事情仿佛已经变成一种国民运动 也算是很多人人生清单里面的一个项目之一 不是有这么一说吗? 有些事情不做或许不会怎么样 但做了很不一样 热血的环岛小梦想 也能从梦里用行动拉到现实里 当然环岛的形式与意义 大家各有不同 有人选择使用步行 脚踏车 开车 大火车 骑摩托车 诸如此类等等 我也庆幸运我的环岛 刚好能够与我喜欢骑摩托车 在这件事情上重叠在一起 刚好我中部的朋友 他们策划了环半岛的行程 所幸我也与他们相约 一同结伴同行 毕竟人多可以互相照应 当然他们还半岛 我住在北部 所以等于我就是还了全岛 今天是2022年3月25号 礼拜五的下午 今天的行程都叫算是移动日 原本计划是下了班 赶下去高雄出速 在我思考后 考量体力上不允许我怎么做 尽量避免比较驾驶 所幸我便向公司请了假抵早出门 这是同行的朋友 加上我一共是五个人 唯独我一人从台北下去 其他四人中部居多 四个朋友之中有两个 也是跟我一样抵早下去 一宿我们就在口无休息站约碰面 另外两位朋友下班之后才出发 以我几次骑程六一快速道路的经验上来讲 我的加油点在新竹跟麦聊 这两个点一定要加油 不然肯定会推车 我也能遇见我车头 与我安全帽上全都是虫的景象 这条六一快速道路 我从避空万里的白天 一路骑程到日若西夏 沿途的风景 与风车偶遇在我刚骑程的路途上 本身抱着着雨站南下的我 迎接我的就是这么好的天气 有三次为我这趟旅途 点缀了一个好的开始 终于到口无休息站了 几点 六点十二分 到了口无休息站后 因为朋友还没有到 所以我就在这里休息一下 顺便吃点东西跟喝水 等一下还要往高雄骑下去 因为第一晚我们直接在高雄过夜 等待的过程中 遇到的是一样 骑重机的三位大哥 跟我点头示好后 开启了骑车的聊天内容 要离开前 大概送了我一瓶饮料喝 车友之间的炙热情感 大概就是这样吧 大家骑车就是 这么开心 是吧 今天这一分就聊个天 就变朋友了 开心我喝饮料 为什么车友 好 到了 到了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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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到了 Go 到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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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 同行的朋友 我要加油 我要加油 我的油弹 已经在趕了 那一格出很久耶 我的太快能油了吧 好,也開始壞掉了 咦?我們是CB已經幹完了 你一格很久欸 喔,你說我的一格嗎? 對啊 我按你的鏡片 都是蟲 對啊 超慘的 剛剛一直飄飄飄飄 好像完蛋了,又是蟲 蟲又來了 我剛剛想說要把面膝打開 你不行啊,你吃蟲欸 我等一下我面膝打開我就被死以受 沒錯 509油箱應該是可以拿下來的啊 沒有啊,就是快充油箱 我覺得算蠻方便的 對啊,那好像隨便就可以把它拿走了 就是沒有很方便啊 真的很煩欸 你們講話一直打架,我聽不懂 他對我的東西一直都很有意見 超酷的 咦?追起我 你是想要騙我,你不會起擋車 哈哈哈哈 下了西濱之後 馬上找了加油站夾完油 我們趕路一波 每次下到西濱六一之後 都覺得這邊馬路超寬超大 有點羨慕 北部的路幅就設計的比較小一點 一個超大反差,真低羨慕啊 最後我們終於到了位於高雄 小港區鴻平路的旅港汽車旅館 就是我們今晚的住宿點啦 早上九點 吃完早餐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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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當時收入咀 fest 剛才走 準備出發 有夠熱 Sung- requirements 很熱欸 有一點不太妙欸,我就會死 而且如果到時候又要有塞車的話 跨下燒 沒跑起來 巴士座巴士堂不放過 如果我是鼓勵牠們好嗎?健康快樂成長好嗎? 好了嗎 好 我走了 走 那你同學 對啊 你好了嗎 對 你好了嗎 那我們走囉 不走 笑子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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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有打傷要等 哇 他等旁邊都要掉了欸 沒事的喔 欸欸欸 剛剛旁邊都要掉了 那個 你們的旁邊都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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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澡啊洗衣服 欸他鎖回去啊 欸 MAGIC MAGIC 那你嘴沒聲音 唉唷 拉橋拉台槓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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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拉橋拉台槓喔 看看喔 拉橋拉台槓 欸出來了 出來了出來了 欸欸欸欸欸 欸欸欸欸 欸欸欸欸 很客氣耶 一張是年輕神主台 拉橋拉台槓 拉橋拉台槓 今天吃完早餐 酌裝後出發 高雄艷陽高照的天空 天晴萬里的感覺 烈日嚇得我超熱的啦 燒成這樣 幹什麼東西 天氣有夠好 very nice 身為出遊路師的我 金貴的路口 我都只能說似曾相識 好像我有走過 要我說什麼路接什麼路 我還真說不出來了 緊緊跟著朋友們 乖乖的 當個跟屁蟲就行了 我們今天第一站的點是 海天1-7 11點21分到海東灣 今天天氣非常的快 開心 我聽說南土已經開始下雨了 希望等下走滑動的時候 不要下雨好天氣 拜託 夠了嗎 不知不覺 我們從早上9點 開始騎車 一路騎車到海東灣7 已經11點了 也許是天氣真的太好了 路面寬裕 沒什麼摘車 不知不覺 騎了3個小時都沒有發現 當我們在海東灣7休息的時候 我打開了我的空拍機 想要飛個空拍 竟然不料 空拍機竟然耍起了韌性 一度連線不上 花了點時間 再處理空拍機 我都沒有進去什麼休息到 不過到了這裡 代表我離東部海岸 又更近了一步距離 喝了飲料 上了廁所 順便買了一副隱形眼鏡 我忽然發現 我少帶一副日拋 竟然7-7只賣 瞳孔放大的樣式 剛好我的度數只能有一種 超娘的顏色 我心想算了 帶就帶吧 於是我就買完 接著又要準備出發了 聽到朋友熱情的呼喊 沒錯 我們來了 台東 我最期待的海岸線 不去不知道 去了 嚇一跳 說到這裡才發現 我們好像都還沒吃到五中餐 沒錯 我們下一個行程安排 是要去吃 台東的 蓝蜻蜓 大家都說 那是觀光客才去吃的 沒錯 今天我就是死觀光客 沒吃過 決定要去比胖一下 講到這裡 我整理影片時才發現 原來我環島的時候 走過了南迴公路 在我毫不知情情況下 走過了 感謝革命之人 前期抗爭下的結果 讓我能夠使用 這條安全的道路 也可能是 機場露露的情況下 我所有的專注力 集中在別的部分 讓我沒有另外的心 去激烈我經過的路段 也或許是沿途的風景 美麗的讓我心情過於放鬆 大海間 大海間喔 有控制的提架 有輸印的嗎 然後沒輸印 幹什麼 啊啊啊啊啊 這個沒有輸印 我怎麼會有輸印 好高高高高 海底一跑我要跑到 拍完了照片 之後馬上接著出發 奇怪呢 阿博說肚子很餓 但還是忍受不住欣賞美景的心 我們這段海線就這樣 走走停停 連肚子吉利呱拉叫都沒空於他 看美景就會飽了是不是啦各位 在剛說完話 又停下來了 這隻好漂亮喔 這隻要拍個照 哇 嗚 自己還想啦 我幫你幫你幫你 我幫你把這個砸毛拔掉好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 弄得掉 會動嗎 沒有掉啦 沒有掉啦 拔不掉啊 我幫你燒啦 那來打給我 有狗喔 有隻狗在出來咬你們的狗 這隻狗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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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好奇怪喔 說什麼 britain 說什麼 你明天 p 終於到藍蜻蜓了啦 超餓 樓上座位不算多 像我們假日來 哪有位置也是正常的 等到座位之後 我們開始吃了起來 這口感口味猛 我是覺得沒什麼特別的 好吧 就是給觀光客吃的 吃完之後 我們準備要前往下一個地點 東河肉包啦 夠囉 突然想起 在環島之前 每個環過島的朋友 都推薦我 經過東河包子 記得要去吃 不然你不算是真正環過島 我心想 到底是什麼樣的魔力 讓這一顆包子 響徹了整個環島人的心 我有了這次機會 我還不把你虛爆 一雪一旱幾次 沒跟上環島行程的機會 讓我品嘗看看 滿著充滿熱血環島人 口中包子的力量吧 到了東河肉包 買了一顆肉包來吃 肉包吃起來還不錯 或許有其他車友推薦別的口味更好吃 但我沒吃到 也或許這因為這段路途遙遠 而讓眼前的食物美味了起來 這包子美味口感的秘密 都常在每個熱血環島人的心中 批判一下東河包子 要設隊了 也要去三仙台 OK 顧顧 來到了三仙台 又稱比西里岸 阿美族里也稱最東之地 是由火山極塊岩為地層主結構的一個里岸小島 據說相傳八仙宗的鐵拐里 呂洞兵 呂河仙姑 曾在島上休息過 並留下三個腳印 所以才叫三仙台 今天Mango來到這裡 一堵美不勝收的景象 想放在我的騎車影片裡 但回憶 以後如果老了 跟別人說 年輕時環島的我 至少還拿了出證據 我不是在那邊亂蓋的 三仙台 四點三十九分 退潮現在竟然很療癒 請問你 你在幹嘛 哈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三仙台去玩了 沿路上最後一個會經過的點 距離這裡不夠十幾分鐘 聽說這條馬路超直又超漂亮 沒錯 就是金剛大道 很多人都會去那邊拍照 算是網美拍照勝利 這次出遊行程的人 就我們這幾個臭男生 沒有網美可以讓我們拍照 但至少可以感受當下 那筆直的馬路連接著山與山 還有那一望無際的稻田 讓我也有讓大自然尋陶的感覺 這樣是否能夠讓我身心靈 一起得到進化呢 這步齊遠的小路 是金剛大道的路口 鄉間裡完顏小鏡 讓我有種探索秘境的感覺 但很可惜的是 這裡已經是大家公開的秘密了 而就在此時 如果一個轉彎 我們也到了 就這麼不經意 也這麼不洗眼的到達了 我們幾個臭男生 拍了幾張網美照 哦不對 應該是網美照 順便休息一下 要趕路到我們今天住宿的地點 花蓮 看地圖上來講 沒騎車幾個三個小時是到不了的 離開了金剛大道 差不多西夏的夕陽 正悄悄的落下 我只能說台東我要離開了 你的美景我盡收眼底 留在心裡 也存在我的硬碟裡 我一揮手 用手轉動著油門 離開這個擄獲我方向的地點 下次我還要來找你玩 台東 在趕路的路途中 那黑夜來臨得太快 殺得我措手不及 最後在這崎嶇的山路裡 幾乎沒有路燈 每一個彎 每一個轉將 地上的雙百線 我是完全都看不到 只能依靠著 這裝有霧燈的朋友 變成了我在這黑夜 山路中唯一的燈塔 在行徑中發現 我們騎車的車友 不管是對象 還是我們 看到了有來車 立即把霧燈關上 真的是優良代表 但是 對象來的是輪大大 絲毫是沒有再跟你客氣的 直接閃瞎你雙眼 到底是怎樣 閃瞎得人愛是不是 我都快瞎了 拜託 開遠燈的朋友 照顧一下對象的來車 不然 下一個閃瞎的是你 經歷了三個小時黑漆麻屋的山路 終於到了我們 位於花蓮的住宿點 在這邊 要非常感謝車友的幫忙 他阿姨開了民宿 讓我們可以不用在寒風裡 露宿街頭 俗話說 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完美的詮釋我現在的經歷 但是說到底 我不是媽寶 就是豬隊友 這白話說的傷害性 跟侮辱性都極強 很感謝這趟旅途中 很包容我這個路吃的車友們 沒有你們 我想我不知道在哪邊路邊哭泣呢 現在是8點50分 到花蓮 然後去吃宵夜了 騎車去附近吃個燒烤 這是今天住的地方 大通鋪 其實整天下很痠 第一次其實才第一線 海線我是覺得很漂亮 大白天的 每個點我都想要空拍 可是時間緊迫 所以沒有停那麼多 就這樣 我們真的太餓了 東西丟了 就要出門去吃宵夜了 吃個串燒 我想說怎麼吃著吃著 就冷了起來 沒想到就直接下起了雨了 這玩意超高 現在下雨了 穿雨 我們自己有魚 我們買這個魚才穿的 下雨 圈子是很衰 不過回去可以睡了 隔天我起了個大早 我是那種很早起的人 其他人都還在睡覺 我就都把行李整理好了 等待早餐的來臨 大家邊吃早餐邊看氣象 希望我不要太早遇到下雨 因為北部的天氣沒有一天不令我擔憂的 吃完了早餐 大夥們開始準備出發回家 現在是 9點31分 我們要從 春遊阿姨的民宿 要準備 我要回到台北 然後我 南投的朋友 讓我們要走沖橫回去 怎麼了 這麼好 我朋友要走沖橫回去 而我要走蘇花改跟北宜回家 這也是我自蘇花改開通以來 第一次騎乘通過 心裡難免有些小雀躍 以前我都是走舊蘇花去享受風景 今天因為怕遇到下雨 正巧可以走走蘇花改 體驗一下以前政府常說的 會不會讓我感到窒息的感覺 在太魯閣路口跟往蘇花的岔路口 就此我跟我的朋友們 道別並分道揚鑣 這邊很感謝跟我同行的朋友們 也另外感謝JK小惡魔 他還送了我他的貼紙 這邊是他的頻道 大家可以幫忙支持他一下 道別完之後 發現我的GoPro沒有電了 但我已經離開了 真的是太慈愛了 我又沒有錄到畫面 不過沒關係 我們還有下次相聚的機會 最後我要講的是 如果你人生有很要好的朋友 請你們珍惜 真的朋友不用多 幾個就已足夠 如果你的好朋友 又喜歡跟你一起騎車 那請你一定要非常珍惜 那如果你的朋友 喜歡騎車 又喜歡老師跟你一起發瘋發神經 你也不用害怕 因為他極有可能踩著你一輩子 因為你們都愛騎車 去找熱血 Mango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但只是這片影片結束 旅途我還會進行 如果過程中有什麼景點錯過了 也反正請各位朋友留言告訴我 讓我有更多懊惱的情緒 去點亮我下次環島的戲劇 說不定你說的地點 我們也會騎車在那裡相遇 各位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幫我分享留言點贊 我們旅遊下次再一起騎車吧各位 這邊限出事實欸 太可怕了吧 不過我 對我來說一如煩惱的掌控著 用了騎士時而已 抱歉啊 這次沒有你發揮的遺地 輪到你上場 你遇到的是我 好不好 本角色 很能一個 無用武之地 你也不用覺得沮喪 拍不到拍不到 下次還有機會 遇到我算你倒楣 可能來了 騎車騎到發瘋 連相機都要嘴 但我北一不知道 區間哪幾段開啟 我整段都跑40 要快斷了跟智障一樣 如果你也想成為 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